男嘉宾 李先生 25岁 来自天津个体 女嘉宾 孙女士 26岁 来自辽宁文园 来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结婚前对你很好 对 婚后你觉得她变了 是吧 结婚是两年 是吧 变化最大的是什么呀 就是感觉 我俩谈恋爱的时候 她对我特别好 然后总是对我续话温转 她特别关心我也照顾我 但是结婚了之后 就感觉她变了 也不关心我也不在乎我了 就点失利好不好 有一次我吃坏肚子了 然后还挺严重的 上涂下泻的 第三天的早上 肚子特别疼 我就说你起来 你把饭热热 含着也不动 她又在那睡也不管我 然后她起来 她也不起来 为什么呀 这确实那个 有点怪我 有点烂了 但是后来我起来之后 我就带她去医院了 因为一开始 我以为就一个拉肚子 没想到会有这么严重 主持人我跟你说 那不是说她带我去医院的 是我说 那就去医院呗 其实当时我挺来气的了 我就感觉她也不在乎我了 你说我俩谈恋爱的时候 有一次我发烧了 就是半夜发烧了 她二话没说 就起来下楼去找药店 给我买那个退烧药啥的 买回来之后 又拿毛巾给我擦身了 挺照顾我的 但是你说这次拉肚子 这么长时间了 也不管我 当时我说上医院 她才去的 所以你关注的是 有对比的关注对吧 对 心里很委屈是吧 对 那也不能说因为这个事 她就和我弄离婚呀 就因为这事闹离婚了 对呀 她已经把离婚协议书 都写好了 那你签字了吗 签了 签就不应该了吗 你应该不签哄她吗 对呀 当时我生气了吗 我写个离婚协议书 想着下下的 然后让她跟我说说好话 哄哄我 没有那她还真签了 那我当时也在气图上 因为就这点小事 你就和我要弄离婚 那我肯定我也在气图上 然后我就签了呗 当天晚上 我就在客厅沙发上 也没怎么睡觉 在那躺了一晚上 想来想去 后来还想 这点小事有点太过了 其实我签字也就想 吓唬吓唬她 看看我签了之后 她会有什么反应 但没想到她也没有反应 后来第二天早上之后 我就回卧室 我说 那个你把那个 昨天签的离婚协议书 拿出来我看看 昨天我都没仔细看 我看你都写的什么呀 然后她就拿出来 拿出来之后 我趁她不注意 我就抢过来撕了 行了这事不就过了吗 对啊 那你说 她不关心我也就算了 我俩结了婚之后 你说家伙活她也不干 以前还挺好的 但是结婚之后 也不知道她怎么了 没事在沙发坐着 玩游戏 再不就往床上一移 喊她也不动 有一次我俩周末休息了 休息了我合计 收拾收拾屋子呗 然后穿她背罩 啥得洗一下 洗完之后 那我自己也晾不了啊 晾不了我就喊她呗 她就在沙发上坐着 也一动也不动 那玩游戏嘛 玩到一半 她也玩游戏 这不光是就我自己玩 她有时候我干点啥 我自己干不方便的话 我喊她 她也不动啊 不能老怪我 再说她也太爱干净点了 有点 那衣服 也不是说夏天 衣服也没有特别脏 也没有味 就穿过一次的衣服 赶紧就得洗 然后像什么地板啊 还有桌子啊 那都挺亮的 一摸也没有灰 而且都能照出人影来 我觉得没必要再拖再弄 她就就好像有洁癖一样 她就总看着 必须我得干 怎么怎么接 那就一周 手势两三次 那还算多吗 两个人一起干吧 没事的时候 这你说家里的活吧 我还操心 你身上的事 还让我操心 她身上有什么事 本来我为了她好吧 她还不领情 她还说我 就拿你说 戒烟这事吧 我就想着 没事把烟戒了吧 然后以后 我俩还要要孩子 她抽烟对身体也不好 她还说 那就行 还跟我保证 结果我想 有一天 我那个开车上超市 在车的扣手里 发现一盒烟 我当时我就问她 她还不承认 她还把烟藏在车里 还偷着车 我还不告诉我 当时确实 我跟她保证过 但是后来发现 自己突然一下戒了 有点困难 我自己就偷偷 又买了一盒 放到车里 就是说 我自己想就是慢点戒 晚上我减量减量 晚上那么一点点戒 但是我又跟她保证了 我又不能让她知道 现在戒了吗 现在也是就是 特别瘦 但是之后呢 她变本加厉 睁开眼 第一件事 非得抽一根烟 然后那天早上吧 我心情也有点不好 我就说了她两句 她直接就跟我生气了 就跟我喊 跟我吵起来了 你说我是为了她好 她还不领情 所以你会发现 这日子没法过是吧 对 中度劣迹 还有别的吗 她管我管得特别严 就有一次 我一个朋友 其实离我 我那朋友离我挺远的 然后我俩大约有半年都没见面了 关系挺好的 她正好有一次去我们附近那块去办点事 然后给我打电话 说那个我到你这块了 晚上咱俩晚上一起吃个饭呢 那我说行啊可以啊 挂了电话我就跟她商量 她就死活不让我去 那是因为我是不让你去吗 那那天不是我身体不舒服吗 你在家陪陪我 以前谈恋爱的时候 什么事你都以我为重心 现在呢 现在都是啊 你朋友重要 别人都重要 都不管我 那我的朋友本来就挺远的 而且我又不是说天天总是出去聚会啊什么的 就偶尔这么一次你还这样 那还有那次呢 也是我朋友说喊吃饭 正好我朋友过生日 这回还行啊 说咱去吧 挺好挺高兴的去了 去了之后 从饭桌上正喝得高兴 留得开心的时候 她突然来一句 少喝点吧 怎么怎么的就管上我了 那么多人在桌上一点不过面子 我当时哪是那个口气啊 我当时我就说 我说你少喝点啊 别喝多了 哪次你不是你喝酒喝多了 回家难受 我还得伺候你 那人家也是心疼你吗 就让你少喝点 那你至于吗 然后你就在饭桌上就跟我喊下了 跟我发脾气 一桌人那么多人 你说你说我你能不能小点声 其实我知道你是说怕我喝多 但你在我耳边让你小点声说 你说哎老公你少喝点呗 怎么怎么 你伤了我点 那我说你就是玩你就生气了 林博又走了 走了你连追也没追我 连管也没管我 不还是证为你心里现在没有我了吗 那你也没为我考虑啊 那那么多人朋友过生日 晚上你一点面子不给 就像这种事 以后你看我的朋友到现在 还给我打电话叫我出去吃饭吗 朋友重要还是他重要 他重要但是也得分情况呀 这你这你这些朋友就因为这个就不叫你吃饭了 就是很少教我了 尽管就说 绝交也好 这样的朋友不交也好 我问几个问题行吗 这个你们俩都应该很痛苦吧 反正挺累的 累 你是累啊还是痛苦 就是他管得我太严了 我挺也是挺压抑 你压抑 你很累是吧 第二个问题 你们俩谈了多久结的婚呢 两年 当时为什么决定嫁给他呀 我当时我感觉他人挺好的 挺老实的 然后对我也挺照顾的 现在经过两年的这个婚姻生活 发现这哥们老实吗 也挺老实 但是他就感觉 本质是好的 对 好 当时为什么娶他呀 挺漂亮的 漂亮 说的是实在话 处着处着 其实那会儿他也是挺温柔 对我说话呀什么的 也都挺关心我 他现在就是结完婚之后 小脾气 还漂亮吗现在 漂亮是还漂亮 就漂亮没变 还温柔吗 温柔 有点不太靠边了都 温柔都不靠边了 好 大家注意看啊 这两年改变了多少 本质都没太大的变化 但是对对方的态度都在变 从温柔到严厉 从照顾到冷漠 今天来这儿是真想离婚吗 我就想他能改一个 你要他改什么呢 能变回以前那样 就是多在乎我点 你们俩平常都聊些什么呢 不会天天就是 就是为这些事争吵吧 有美好时光吗 就是他也会陪我出去逛街啊 然后逛街就是美好时光 我看了电影 还有吗 其实我要求不高 我就希望他能好好对我 他现在对你是非常冷漠呀 还是不关心呢 还是不会关心呢 就感觉他不关心我 他为什么不关心你呢 想过吗 怎么把媳妇都弄成这样了 我觉得吧 没结婚之前 我的心这一天肯定是 还是比较 就是没有别的想法 就只有说和他在一起 就心里想的只有他 然后当你结完婚了之后 我们俩是一个家庭了 我觉得我要想想以后这个家呀 以后怎么往下走 怎么走 所以说在这方面心思 肯定会不可能说和以前 每天只知道 哎下了班 俩人就出去玩啊 出去什么 我觉得有点幼稚了 然后就是说时间长 也带着他出去旅旅游啊 看看电影啊 也消遣消遣 我觉得这样也还可以 这个话题经常上演 恋爱的时候你对我那么好 为什么结婚之后你却变了 这背后到底是什么 我们先听听老师们的分析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从闹肚子到闹离婚 你俩挺会闹着玩啊 离婚这个词是非常严重的 在婚姻关系当中 不是对方出现了原则性问题 或者是我真的内心 想要结束这段感情的时候 是不能提的 提到这两个字 伤人 伤心 伤感情 所以我提醒二位 以后不是遇到什么大事 咱们别提离婚 好吗 刚才川哥一直在问 为什么就这样了呢 女孩为什么就在这哭呢 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我来帮你解答一下 我听到了一句 你多次提及的词 叫做 我都是为了你好 我们常常在哪听到啊 妈妈会跟儿子说 对不对 我都是为了你好啊 这个有一种冷叫 妈妈觉得你冷 但是很少会听到 女朋友或者妻子 对丈夫说 即使是说了 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句子 我都是为了你好 主语是什么 是我 所以我才是利益的获得者 当我听你们的故事的时候 我在本子上画了几个圈 家庭 朋友 还有家人 在家里 这个地方整理不好 我就要一直整理 可是对于他来说 他可能觉得这已经很好了 我为什么要去把它弄得 地面能看到我的脸 要亮到这个程度 早上起来抽根烟 不行 这是我的家 我不能在我最自由的空间里面 做我想做的事情吗 跟朋友聚个会 也不行 聚会的时候喝点酒 你少喝点 天大地大 不如老公的面子的 如果一旦你说 你要为了他好 你要关心他的身体 你可以换一种语气和方法 比如说 你少喝点 他朋友会觉得怎么样 他怕老婆 如果你说 少喝点 他就会觉得 你是在关心他 明白吗 所以在朋友这个空间 你也在渐渐地挤压他的地方 不能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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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陪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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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个空间他都没有 前一段子 不是 有一个男的 回到家里 到地库里 停下车 摇下车窗 抽根烟 15分钟 这是他这一天里面 最放松的时刻 为什么 工作压力很大 家里面老婆碎碎念 还一堆杂事 我只有这一点时间 和空间是属于我自己的 所以我很放松 你现在挤到 我觉得他连低酷的那15分钟 都没有了 不是他真的对你不好了 而是他压力很大 他很累 他心里面已经被挤得 没有地方了 所以我觉得 只要你们解决了这些问题 是可以回到从前的 婚姻当中两个人 就像两棵树一样 在土壤当中 独自有鸽子的根 然后你的枝缠着我的脉 结出幸福的果实 我把这句话送给你们 谢谢罗 谢谢紫妍老师 来 胡老师 先说第一点 我们必须承认 人就是有多面性的 婚前是一个样子 婚后是一个样子 台上是一个样子 台下是一个样子 家外是一个样子 家里边是一个样子 你必须承认 你也有多面性的 你在台上今天的 这个温萌尔雅的样子 在家里肯定不是这个样子 但是不是我们就可以说 因为人的多面性 人就是不可信任的 人是善变的吗 其实未必 人之所以会呈现出 多面的样子 很大的一部分原因 是来源于你的环境 和你的对象 所以如果你要对方 成为你心目当中 想要的样子 那你首先也得成为 对方心目当中 所要呈现的样子 所以我们不必客气 你自己都变不成 你自己想要的样子 你有什么权利 要求别人呈现出 你想要的样子 听明白了吗 第二 针对于男生来说 很多事情 看你的角度怎么去想 你说你觉得 一帮大老爷们 在酒桌上喝酒 自己的老婆 没有俯在你耳边 低声跟你说 而是用正常的音量 跟大家说 少喝一点 你觉得这很没面子 但我这个年纪的男人 就会觉得 有人关心真好 你看我老婆有人管着我 你看你们都没人管 所以看你从哪个角度去看 我不能说 想要女人温暖的时候 我们就要说 老婆你管管我 我们不想要的时候 你给我闭嘴 尊重对方的习惯 接下来一起进入 真情60秒 我觉得吧 有些时候你确实是 为了我好 我心里多少也知道 但是你说话方式 能不能改一改 那你要是真是一句话 用不同的方式说 我就不同的感受 那你要是温柔一点 我是不听着也舒服 然后我也肯定会服从你 对不对 那你要是总这么 一说话就跟要干仗似的 那咱俩人慢慢的感情 也会减少 是啊你说 咱俩结了婚以来 你说整个家都是我在操心着 你说什么你也不管 我就希望 你能多关心我一点 我知道 是有些时候我心 有点想着 有点太远了 有点忽略了你 但我知道以后 咱们都各自找自己的毛病吧 谢谢两位请回吧 谢谢你们 来 请关门 接下来来看这里 年轻朋友的选择 来 请开门 请 成功牵手的男女嘉宾将获得 由伊贝斯提供的深海纯净水嫩保湿套盒 24小时保湿10克透水嫩 来 我们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 和各位请见证 咱俩在一起这长十年了 我也从来没给我你浪漫 没向你求过婚 我爱你喽 来 我爱你 忍着你 对你疼心 求着暖意 在梦里 全身离 不要再适应 把我抱紧 两颗心一辈子不够离 不想确定日期 拉长幸福距离 来天哪里 祝你们幸福 请回吧 谢谢两位 谢谢主持人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谢谢